1.8公斤 嗨 大家 我是浪哥 今天要來開箱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會顛覆大家對這個產品既定的印象 這個是TIDE材質的材柔 它的體積非常的小而且重量很輕 整體大概是只有1.8公斤 非常易於攜帶 適合機車露營、野營 或者是你想要輕量化減少體積來做選擇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這個產品 這是它的本體 然後這是它的上蓋 這是它的煙囪 然後這個是它的煙囪管 它本體大概厚度就是差不多6公分左右 整體非常的精巧 好收納 補妝的時候呢 先把這個腳打開 然後再把這兩片翻起來 然後呢 再把它的側邊 拌開 旁邊有這個卡榫 把它壓下去 另外一邊也是 好 本體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把它這個L型的排煙管 它這邊有一個勾槽 就把它這樣子 插進去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把上蓋 把它蓋上去 旁邊一樣會有這個卡榫 把它扣進去 另外一邊一樣也是 然後呢 它上面 這個有一個特殊的設計就是 它還有兩個平台可以做使用 也是摺疊式的 這個平台可以放你的碗 或者是你的一些食材 餐具 都可以 那最後呢 這個煙囪 它這個整體呢 都是鈦材質的 除了就是我們剛剛組裝的這個尾巴 跟這個煙囪 是不鏽鋼的以外 那為什麼我們要選擇 不鏽鋼的這個煙囪 當作它的材質來做使用 因為如果你是選擇 鈦材質的這個煙囪 它在捲的時候會非常難捲 鈦的材質比較軟 那如果你是選擇這個不鏽鋼的話 它在捲的時候相對是會比較簡單一點 先把上面這個環先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 它是一個不鏽鋼的薄片 我們先把它捲成圓形的 煙囪狀 那大家在捲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因為這不鏽鋼的薄片 其實電源蠻利的 可以先稍微的把它 捲一捲一下 踩住 然後從這邊這樣子依序 小圈的 先進來 最後這個厚的 再進來 然後 推到中間 然後 你在依序的 往上推 那你在推的時候 記得手 這邊很利 不要去碰到 你這樣滑過去 有可能會被割傷 推到上面 平均的 分配一下它的距離 OK 放開 手動一下 好 然後再稍微微調一下 這個 環的距離 好 那這樣煙囪 我們就已經把它 組裝完成 我們要接上來的時候 要把這個煙囪 套在這個 L環的外圍 然後再把這個最大的環 把它推下來 好 這樣就卡住了 我們這次配給大家的煙囪是2米 因為2米的話 它的長度是比較剛好的 之前我們有測試過3米 3米的話煙囪其實會太高 那如果有風來的時候 它會晃得比較嚴重 那這邊 做一個玻璃視窗 在燃燒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火焰燃燃燒的狀況 那這邊是它的進氣孔的調節 左推右推這樣子 那打開的話 也是這樣打開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泰柴爐簡易的一個組裝 介紹給大家 那待會我們燒的狀況 我們再來開個影片 跟大家做分享 我炮的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記得 感谢观看